在我们众生的主持人既行修立文生意识 画面上是雷承坛的道士拜师典礼 入门弟子林怡轩向礼物级道长正式拜师学习 隆重的拜师仪式 特别邀请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市议员宋伟丽 民政处长张渊祥 文化观光局副局长郑鼎青 跟中山区区长徐亚文等贵宾一起来见证 期许在年轻世代的投入下 让道教科医文化永续流传 我会看到说这个有没有私生的那种缘分 再来就是说看他的生成八字 对这种宗教有没有缘分 有缘分就说来为名下这样子 这也是要看缘分 因为我本身自己就是有在诵经 那都是学佛法这边的方面 那偶然间在电视上看到 就是在介绍一些道教的文化 那一直以来就是想说道教是一个很深奥 然后不好进入的一个领域 那刚好也是一个因缘机会下 跟李老师这边来认识 那认识了之后跟李老师这边一接触过后 发现道教的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同 很多的专业在 今天这个门下刚好这个就看了折个吉时良日 今天刚才探计时刚好市政府啊 副市长啊 处长他们啊 区长啊都觉得蛮疼爱的小弟我啊 就说他们邀请他们那也没有意不容辞 马上就来参与说要参加这个官礼的仪式 我第一次见证这样的仪式 那我必须要对雷成坛的道长们非常感谢 在中元季这段时间完全看到他们的身影 到今天为止我们一切风平浪静都非常的顺利 再一次谢谢雷成坛 可以让基隆一切平顺一切平和 让我们人心祥和 那也希望学生们更努力可以揭曝 待待相产 吉隆岀的道长由李庭龙道长 丞任着道口会的理事长 现在由李木记都长 丞任着道口会理事长 习来自政府的力量 非常感谢我们李庆盾 两位李道长对吉隆岀道长 以及与共关文化 科预的专行 多年来雷成坛协助主持 基隆中元季的各项科议 也肩负起传承道教文化的使命 期盼在年轻世代的学习与传承下 让基隆的良善风俗 跟道教科医文化发扬光大永续流传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